每个悲欢 每次离合 每一天 珍惜 每个钟声 每一份爱 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 一切无常难以留 世界无不散的夜情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不站在 拥有的一切将会在 我们平常的人 相貌稍微好一点 就以为怎样美丽 其实 不知道佛的印华身 已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何况 佛的圆满报身 千丈卢浙纳 八万四千相好 无量无边的光明 那更是不可思议了 这种功德相好 完全是在阴地中 请菩萨道士修来的 所以 我们要想同佛陀一样的福德畏畏 那就要学诸佛那样的发心 九 普通一般人的理想 生了儿子 长大的最好是做官发财 但如果一个女人 生了一个儿子 成了佛 你看 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 为佛母佛父 这不但是报答父母的大恩 就是罪恶方面 也就不会加增父母的重担 亲生的父母 忽然得到好处 就是多生多节的父母 也就占广不少 我们 因为要报答父母的情恩 所以应当学佛 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我们 放开眼睛看看 打开耳朵听听 除了佛以外 还有什么人比得上佛的智慧 佛的慈悲 佛的功德 佛的神通 像好三昧变财呢 所以我说 要同佛陀一样 那我们就决定要学佛 二 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误会 大约有三点 一 误会佛教对于国家没有关系 他们以为国家是入室的 而佛教是出室的 是消极的 二 误会拜佛念经是无聊的 是迷信的 三 误会出家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贡献 他们以为是农工商各有职业 只有和尚是寄生虫 是分立的 三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首先了解什么是三宝 什么是皈依 继而知道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要答复这个道理 就是要明白佛法的内容 然而佛法的内容有无量无边 而最恶要的又莫过于正见 这种正见又从何来呢 那就是从正法而来 正法就是佛法 四 佛法为什么叫做正法呢 因为佛法中最重要的教理 就是身形因果 所谓做如是因得如是果 做恶因得恶果 那么恶事当然就不敢为 而善事就要勉励去做了 人人行为向善 世界自然也就会太平 佛法就是就在此 而我们为什么皈依三宝 也就在此 五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首先 了解文法的重要 何为法呢 就是在寂寞广大无垠的空间 四十千流不停的时间 乃至其中的形形色色 事实物物 通通叫做法 法有两种 一种是有漏法 另一种是无漏法 一 什么叫做有漏法 就是不明事理 随烦恼造作 生死不断 轮回无尽 犹如漏气圣水 终不能买 所以叫做有漏法 这一类的人叫做反夫 二 什么叫做无漏法 动达人生根本道理 不随烦恼而作业 正道不生不灭 轮回极端 犹如玩气圣水 一滴不漏 所以叫做无漏法 这一类人叫做圣人 六 世间一切众生实在是苦 既苦则空 既空则一切如幻 我们文法要从文入观 起身达如幻的智慧 知一切法既如幻化 不过众生迷而不悟 七 那么同体无我的大慈大悲心 不要你勉强去发 它都会如怒潮一般的发出来 我们只要依着这条路走去 每日 从朝至暮 只要自问自心 不须问找旁人 我们造成活的因 决定不会收众生的活 八 正信佛教徒应有的认识 一 正者 物邪为正 信者 信仰 即 崇拜敬仰之意 孙中山先生 所谓 由信仰 而发生力量 故力量发生于信仰 如有真实信仰力量者 要在千军万马当中 不能夺其智 刀距在前 俘获在后 坦然不惧 丝毫不动 到此田地 才有信仰之力量 二 所谓佛者 绝也 所绝者何 所绝者是 有如是因 必有如是果 云和为土 土 及弟子之意 我们知诚佛 乃由师父教导之功而来 而师父之能教导我者 由研究经典而来 不身从法来 法从佛来 佛从法来 法又从身来 离了法离了身 则亦不能成佛 不可分别信仲 有些人只知拜佛 对僧众抱着藐视的态度 这是要不得的 或只知研究经典 但不肯拜佛 此事重法清佛 若无佛 那有法 有些人对于师父 则尊重 礼拜供养 但不肯看经 只求得个师父 就够了 此事 众生清法 若无法保 师父又从何而来 四 世间的一切 都是虚妄不实 所以要皈依三宝 多修福慧 福慧圆满 即可成佛 而最低限度 亦不致失去人生 是看你们有屋住 有父母 乃是样样俱全 可是我们则条件缺乏 你们乐 我们苦 其上帝之不平等 如是也 要知福慧 乃自己求知 或如亦自己造之 燕云 或福无门 为人自招 故劝大众 先要修福 求福之法 要利益他人 好比对方的人 无论是父母 兄弟 亲戚 邻里 乃至社会国家 凡有丝毫损人利己之行为者 为之害怕 此就是哲服 若无福即有祸 祸 祸非外来 亦有自作而 不云 为人不做亏行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六 我们要恭敬 佛法僧三宝 若人人学佛 人人都是良民 四万万人学佛 四万万人都是良民 此良民乃由僧结教化来的 僧由法来 法由佛来 佛由僧来 故佛法僧三者 是大地众生之名登 九 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分四个方面来说 一 要研究教理 介绍几本书 作为诸位一个参考 在家学佛法 居家侍女学佛法药 佛教人趁正法论 整理生且制度论 入佛指南 佛学概论 佛学大纲 法相为试学等 以上各书看过后 总未能深入精脏 至少我敢担保 你能得到佛学上的许多尝试 二 要行为端正 研究教理向眼 行为端正向脚 竹目双运 抑郁修行药 解行相应 而行为端正 以什么为标准呢 就是要延迟五戒 如果僧徒行为不减 可以使整个佛教受影响 所以做一个佛教徒 不但是要明白佛力 并且要延迟佛界 三 维护森宝 一 森宝是弘扬佛法的如来使者 老实说 假使世界上没有了森器 那佛法也就完结了 国家如果没有佛法 就等于人离开了灵魂一样 二 因此 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对于森宝应如何维护 恭敬供养赞叹 同时 遇到有人欺负僧且的时候 我们做在家弟子的人 应当不辞为难 距离为乎 三 试探 五国佛教寺庙中 都有一尊 韦陀菩萨 拿着一根金刚相摸出 终日站在佛陀的面前 这就是象征佛教 要在家信徒 护法的意思 四 尤其是 世尊 世尊 在临涅槃的时候 将佛法 嘱咐国王大臣 这也可见 在家佛教徒 在家佛教徒 顾法的责任何等重大了 希望在序 希望在座的猪鬼 将此语辗转相传 莫忘领善遗嘱 四 推行佛化 一 研究教理 可以明白修行的途径 行为断正 可以做一切人的模范 而起信仰 维护僧保 可以续佛会命于不绝 推行佛化 就可以使社会人心向善 世界安宁 推行佛化 是佛教徒的唯一责任 二 佛化 要如何去推行呢 我平常有三个口号 就是文化 教育 慈善 因为有文化 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 有教育 可以栽培红黄的人才 有慈善 可以得到社会上的认同 所以 文化 教育 慈善 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神圈 三 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 能从这三方面去做 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效果 我们佛教徒 应有悲天敏人的心 来救世救人 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十 佛教伟大的三种精神 这三种精神 就是我们佛教里的入世 出世和救世的精神 佛法五称中的人称佛教 就有着入世的精神 天称佛教 阿罗汉称佛教 阿罗汉称佛教 与辟致佛称佛教 就有出世的精神 最后 最后菩萨称佛教 便是救世的精神 出家中 出家中是适合出世的 在家中是要入世与救世 所以 人其表而菩萨其心 这便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精神所在 十一 求学的态度 众生在未达到无学的佛果位以前 通通都是在求学的过程中 求学有四点要注意 一 酷则处 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充实自己的智慧 不问任何艰苦的场合 只要有学渴求 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乐园 二 物责人 亲近一切法师 不引起分别性 聖人无常事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法师所教的一切 不管他自己能否实践 只要我们能依教奉行 得到受用就好了 三 物责食 求学要精进 专心致志在学业上用功 一刻也不要放松它 四 物责学 所谓法门无量誓言学 我们身具人天师范的地位 除了对本论音学的三藏十二步教点要有所了解外 其余的一切外学也要有个轮廓的认识 到将来运用时才能左右逢源 而不致犯着输到用时方更少的毛病 五 求学的态度 除了上面所说的四点外 还有我时常所说的 戒如根 定如干 慧如枝叶花果 要戒定慧三学其修 同时并尽 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希望大家要有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的毅力 来为佛学的受用而学 才有成功的希望 口味 库持中华护身协会 邮正法波 傅明 中华护身协会 法波账号 42138483 42238483 銀行账号 銀行贷号 土地银行 2005 账号 012001 195679 012001 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生未生胎儿 尽情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至夜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黄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主法日期8月29日星期四至9月1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兰里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洽群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尽情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陀教法智慧小故事 有一天大清早 李秋沙密地至河边沐浴 沐浴壁正等待身体干湿 一位天女现身说 李秋啊您是如此青春年少 为何在黄金年华时就出家呢 怎么不先好好享受一下青春呢 天女啊 我是很快乐的 我一遮佛陀的教导 修行快乐地活在当下 追逐红尘中的财色名十岁等五欲 并无法永久快乐 我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正念 体验到了深刻的平和 自在和喜悦 慧至首到胜 终不畏放逸 不贪至欢喜 从事得到乐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悦目教园集 大宝法王悦目教园集